大家早上好 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早上七点 刚刚宅台长回去睡了一小会儿 很热 然后没怎么睡好 反正之后又起来待了一小会儿 现在差不多天亮了 给大家继续录一下这个视频 昨天晚上 大概到后半夜之后 40米 20米都下去了 然后没有做太多的QSO 之后宅台长耍了几个CW 然后之后就回去睡觉了 然后我起来之后看了一下log 然后我们后半夜的情况不是特别好 只做了大概两三个QSO 然后大家基本上没有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互相休息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早上起来了 然后发现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退潮了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这个天线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天线是有一根 有几根地线 是地网的线 是直接拉到水里面 昨天晚上那个海水确实给了我们 很好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很好的这个 地面的这个反射 但是今天现在退潮了 大家看一下退潮什么情况 昨天给大家看过这个 给大家看过这个 这个底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海水在那儿 离着特别的远啊 离着离我们现在差不多有这个10米左右 昨天晚上是基本上是到跟前 然后这边都是淹下去 都是淹了的 这个的话它垂直落差 我看有两三米 在远处有这样一根杆子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啊 就是差不多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有一根杆子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啊 昨天效果最好的一根地线啊 这根地线就是直接一根杆子 接着一根金属线连到我们天线底座 扔下去之后 整个海水基本上就可以作为一个反射面啊 这个非常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大概再等个呃 十分钟左右 等那个海水慢慢现在涨潮了 等着把这根淹过去之后 我们继续做QSO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利用这个海水做反射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反射面啊 大家如果在靠海边做架台进行通联的时候呢 也可以很巧妙的利用海水 或者利用周围的这个潮湿的沙滩啊 作为这个反射面 地网反射面 也是效果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这个帐篷 这是我们呃 最大的一个帐篷 然后这个帐篷是我们平时用来做这个 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所有的电台什么设备全都要到这里面去 然后呢 但是没有下雨 我们就没有怎么用 现在用来做睡觉用 然后在我这边的身后 身后这边还是有两个 还有两个帐篷 这两个帐篷也是用来睡觉用的 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就一直在这边的这个 这个长椅上 这个公园里的长椅上 休息 然后做这个QSO 现在呢 基本上早上起来 大家稍微洗一把脸 然后修整一下 等一下如果 运气好的话 我们会多做一些QSO 好的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 我们带了一块大的千酸电池 还有几块小的锂电池 然后现在目前 100瓦的功率 这个电台 它用电用的还是比较快的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电池都已经用完了 然后我们发射的功率 现在已经低于50瓦 所以说我们决定 暂时就这样收摊了 那我们做了一晚上 大概在线上时间12个小时左右 对于低功率 然后野外驾台来讲 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做了差不多80个QSO 总共 然后还不错 而且这次就是大家 来了也来了不少人 然后大家都比较支持 也有些新 就是对短波童年 竞赛童年不是很了解的朋友 然后也来这边 就是大家以尝试为主 以出来玩为主 然后后面这根天线 我们等一下就把它这个取掉 取下来大家看一下 这根天线就是 从这样应该可以看到塔尖 可以看到尖上 然后我们后面现在这边 这个已经开始收摊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帐篷 帐篷现在已经收起来了 然后那边的电台 电台现在正在就是接收 给那个给一些就是给新手 就是我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位 他不是火腿 但是他对无线电非常感兴趣 正在给他演示 这个一些短波广播 气象传真等等的一些接收 现在那个电压不够 只能做接收了 然后呢 我们基本上收摊 大概再过一会儿 我们就可以准备 从这个驾台地点离开了 大概再过上半个小时左右吧 然后中午之前 就可以回到新加坡本岛 等回去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 扎天长终于回来了 在那边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然后现在到了周日的早上 早上我们大概是七点 不是八点多 大概是八点多 把最后的台子关上 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九点多钟 然后叫车把我们送回码头 坐船回到了本岛 回来之后呢 现在就是宅台长也没怎么着 大家就结散了 回来了 真的是累得够呛 接下来宅台长要休息了 这个野外驾台 确实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能够和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 一起玩一下欣赏一下野外的这个风光 都还是不错的事情 就是太累 东西太多就是太累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切算电池 真的是真的是很重 真的是很重 然后呢 就是宅台长主要负责在这个 然后呢 其他就是负责在电台 和负责在帐篷的人比较累一些 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 不过我们大家就是互相帮忙嘛 所有的东西 大家一起搬过去 一起搬回来 还是还是比较可以的 然后我们从昨天晚上八点钟 八点多钟开始开机 做这个通联 到今天早上八点钟 我们这块电池 加上其他几块电池 全都没有电了 然后我们就收摊 总共大概做了12个小时 应该是整12个小时 我们中间基本上没有歇 基本上没有休息 然后昨天八点钟开始之后 先是做40米 40米和东南亚附近的几个电台 进行了联系 然后呢 传播开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 开了一小部分 还是比较令人激动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10点多钟开始我们转到20米 20米对欧洲有很大的一个开放的空间 然后做了很多欧洲的通联 到后半夜之后呢 又转回到40米 然后传播变差了之后 我们基本上 基本上凌晨2点到5点钟 基本上手听为主 然后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关了一下 然后大家也知道吗 退潮了之后 传播就变差了 没有海水的反射 传播变差 之后我们今天早上7点到8点 又做了几个胎 基本上总共加在一起是70多 不到80个通联 怎么说呢 我们这其实是第一次尝试 也有很多在准备上 有很多不足 所以说呢 尽管说翟台长 我对这个这次通联 期望比较大 希望能做到100多个吧 现在没有太达到目标 有一点不甘心 但是呢 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 好的 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去那边都带了些什么 除了这块电池 还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嘛 比如说睡袋 睡袋本来是打算睡觉用的 但是因为 大家也知道新加坡 在赤道边上 特别的热 而且晚上那个帐篷里面又比较闷 睡袋完全用不上 完全用不上 以后呢 就长记性了 以后不会带了 然后呢 这个书包里也有一些东西 再给大家看一下 雨伞 下雨肯定要用到雨伞 然后 毛巾 这个擦汗 擦一些擦脸用 然后 自拍杆 给大家录视频用的 还有这个 笔啊 笔就是我们用来Glog用的 本来是我们是用电脑 Glog 但是电脑记录日志的那个软件 事先负责带电脑的人 他没有调整好 所以说 呃 现场出了点问题 我们就改用纸质 纸质日志了 大家以后在出门之前呢 一定要记住了 这个日志非常重要 然后呢 电脑和电台什么的 都一定要先调整好 呃 这边还有什么 呃 防晒霜 呃 防蚊虫的气温液 这个很重要 然后一个手台 用作本地通信 然后另外呢 它上面也有这个灯嘛 宝风上面有个灯 然后也可以做照明用 呃 手电筒 手电筒用来照照照明的 这个 然后最后呢 摘台长这边 还带了一些药品 还带了一些药品 创刻贴啦 这个 热喉糖之类的 还有这个电键 电键摘台长自己带的 因为其他几个OP 都不太会做CW 摘台长就是做了几个 然后就 相当于就是玩的爽一下 基本上 这个装备就是这些东西了 大家出门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这些装备 然后来做一些调整 这些摘台长 没有带任何电台有关的 然后电台有关的 那些是其他人负责带的 大家以后出门和其他人 组队的时候呢 也是大家互相把自己都有什么 列一下名单 然后呢 电台设备好的人多带电台 其他的后勤设备好的人 多带一些后勤设备 这样大家可以均摊重量 均摊这些货物 好的 那么这个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为止了 摘台长在这个 这次说实话累得是够呛的 这个还给大家继续 再做这个视频 之后摘台长估计要 睡一个大觉了 然后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应该都不会再想出去 加台 接下来呢 应该是给大家做一些 这个教程类的视频 然后或者是一些 讲解类的视频 也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关注 摘台长我们这个视频的频道 然后呢 我会继续给大家奉献出 更多更好的业余无线电 相关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